一頓爆炸案引發美國國會質疑 聯邦各機構間是否有情報疏失 台灣發現首例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 安倍晉三表示 日本內閣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的立場 不會因中韓兩國的威脅而有所改變 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國之音4月24號星期三的VOA衛視 我是樊東寧 今天在第一個小時的節目當中 VOA衛視助香港記者要為我們連線報導 香港捐款救助四川雅安地震的情形 另外VOA衛視助國務院記者要帶我們掌握 有關美中關係的最新發展 下面我們先來關注這個小時重要新聞時間 交給VOA衛視的新聞主播李奕華 好的 謝謝東寧 新聞首先 美國國會議員對聯邦執法機構之間 情報交流問題表示關注 同時調查人員繼續了解 上星期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情況 參議員格雷厄姆星期二說 聯邦調查局去年不知道 波士頓爆炸案嫌疑人之一 塔梅爾蘭薩娜耶夫 曾經去過車城和塔吉斯坦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 納波利塔諾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說 國土安全部知道塔梅爾蘭薩娜耶夫 這次為期六個月的出行 但聯邦調查局針對薩娜耶夫的警報 在他返回美國時已經起滿失效 聯邦調查局曾在2011年 應俄羅斯的要求與薩娜耶夫進行面談 但當時並未發現 他與恐怖主義有任何聯繫 與此同時中國官員說 警察在局勢動盪的新疆鎮壓一次犯罪分子時 爆發槍戰至少21人被打死 中國官方媒體說 衝突在星期二爆發 當時社會工作者在喀什的一所房屋中 發現可疑人員和武器 警察隨後趕來進行調查時爆發了槍戰 導致15名社會工作者和警察死亡 報道還說6名幫派分子在衝突被擊斃 還有8人被抓獲 中國國家媒體的報道 把這次衝突稱作暴力恐怖事件 並說這個團夥策劃動用武器從事恐怖活動 中國媒體通常以這種說法 描述涉及暴力的維吾爾少數民族 接下來台灣星期三宣布出現一起H7N9禽流感病例 這也是中國大陸以外出現的第一起 這一新型病毒的感染病例 在另一方面 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三表示 中國最近的H7N9禽流感病毒 是類似病毒中最致命的一種 比10年前的H5N1禽流感病毒 更容易從禽鳥傳播給人類 有關詳情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 VOA卫視的報導 台灣星期三宣布 台灣出現H7N9首例病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這名53歲的台灣男性發病前 曾在江蘇蘇州工作 在另一方面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研究人員正在密切觀察 H7N9病毒的傳播 了解是否有可能引發全球性的傳染 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 該病毒出現了人際傳播的情況 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福田敬爾說 H7N9病毒是類似病毒中最致命的一種 這種病毒比H5N1病毒 更容易感染給人類 這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 我們現在已經啟動幾項研究 希望能在未來幾個月內完成 屆時希望能對H7N9病毒 以及它的傳染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H7N9情流感防治中心主任 梁萬年也提出警告說 疫情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就是在傳染來源沒有完全查明之前 和傳染源沒有完全得到有效控制之前 那麼散發的病例的發生 將會有可能進一步的出現 包括疫情發生地的擴大 也是有可能的 從三月份傳出第一個病例後 中國已經有超過一百人感染了 H7N9情流感病毒 大約二十人死亡 大部分患者都是在靠近上海地區 由於感染H7N9病毒的禽鳥 不會出現病爭 使得疫情的防治和追蹤更為困難 美國之音BOA衛視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星期三說 日本在參拜靖國神社儀式上 不會屈服於鄰國的威脅 下面請看有關的報導 星期二對至少168名日本國會議員 參拜東京靖國神社發出抗議 靖國神社供奉的日本戰死者中 包括14名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假擊戰犯 在這次參拜前 安倍晉三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副首相麻生太郎和另外兩名內閣成員 在上週末前往參拜 祭奠為國捐區的亡靈是很自然的事 我們的內閣成員不會屈服於任何壓力 安倍在國會預算案會議上還說 參拜靖國神社祭奠戰爭中的亡靈 然後便會受到批評 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 安倍晉三此前表示 對在他2006年到2007年 在任期間沒有參拜靖國神社感到後悔 他在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措辭強硬 但也為雙方對話留有餘地 我的職責是守護我們建立在歷史和傳統上的榮耀 安倍去年12月上台以來得到了70%的超高民眾支持率 他推出了所謂的安倍經濟學 試圖加速經濟增長以寬鬆的貨幣政策 加大支出和結構性改革來解決通貨緊縮 美國之音VOA衛視報導 新聞最後 巴基斯坦西南地區的警方說 一起炸彈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3人受傷 目前還沒有人宣稱 對星期三發生在奎達的爆炸事件負責 奎達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巴魯吉斯坦省首府 該省比林阿富汗和伊朗 有關當局說 星期二夜間發生在奎達另一地區的爆炸 造成6人死亡 至少30人受傷 數十年來巴魯吉斯坦省不斷發生分離主義叛亂 伊斯蘭激進活動以及宗派暴力 好的 以上就是這個小時的重要新聞 接下來請您繼續收看VOA衛視更多的精彩節目 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美國之音從美國首都華盛頓現場直播的VOA衛視 在四川雅安4月20號發生強震之後 以往對中國大陸各種災難捐款踴躍的香港市民 卻在捐款上有所保留 更有多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香港人反對向中國政府捐款 七七三上午香港立法會討論特區政府向四川省政府捐款一億港幣的撥款震災的申請 未能進行投票表決 使得港府撥款震災的計劃受阻 下面我們就立刻連線VOA衛視駐香港的記者海燕 請海燕來介紹一下四川雅安地震後香港人捐款的情況 海燕你好 你好 與五年前汶川大地震港人踴躍捐款的情形相比 這次雅安地震可謂是天壤之別 有報導說2008年汶川大地震 香港政府和民間總共捐助了幾十億港幣用於震後的重建 但是這次情形大不相同 具體地講就是香港紅十字會五年以前共投得13.3億港元 頭三天就收到5500萬 而這次頭三天只收到了不到500萬 494萬 香港的一個慈善機構世界宣明會五年前一共籌得3.1億元 頭幾天就籌得了幾千萬元 而這次頭三天只有可憐的250萬 另外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分會這次頭三天只獲得了56萬元的捐款 而五年前呢它頭幾天就有400多萬 有一個統計說呢這次香港市民這個平均捐款啊下跌了86% 另外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上香港立法會今天上午啊無法就政府要求給四川省政府撥款1億港幣用於這個震災 沒有投票啊令這個香港政府這個計劃呢受阻 這在2008年呢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當時呢港府申請撥款是3.5億港幣 包括最激進的泛民主派這個議員呢都全部投了這個贊成票 所以呢這次情形大不相同 海燕從這個數字來看真的跟五年前差別蠻大的 那麼這個大逆轉的情況背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麼跟我們分析一下好嗎 對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在過去五年來呢 這個港人逐步了解到這個中國大陸啊貪腐非常的嚴重 缺乏廉洁和監督的制度 他們擔心捐款會落到貪官的手裡頭 不會這個到達這個需要真正救助的人手裡頭 我這裡的呢給你介紹幾個這個民調 可能不是非常的科學 但是足以反映香港人的情緒和心態 蘋果日報呢一個調查顯示說 48%的人呢認為應當給亞安地震捐款 但是58%的人呢認為這個捐款呢 非常的有可能會落到貪官的手裡頭 另外呢英文的這個南華早報呢 他有一個讀者民調這個他的讀者群當然是不一樣的 但是有52%的人呢反對立法會批准給四川省政府撥款一億港幣 7%的人呢說如果在能夠防止濫用這種條件下呢 同意撥款只有2%的人呢說可以撥款 所以呢這個可以比較出來現在這個情形真的是大不相同 這個主要的原因呢是在過去這個媒體不斷的披露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濫用這個地震捐款 還有尤其是像郭美美這個事件 對中國紅十字會的殺傷力非常的大 也影響了香港市民對這個捐款的熱情 海燕你剛剛提到了郭美美事件啊事實上今天有報導指出 中國紅十字會打算重新啟動對郭美美事件的這個調查 我們知道這個郭美美事件啊可以說是動搖了外界對紅十字會的信心 可以跟你請我們介紹一下這相關的有關詳情好嗎海燕 對亞燕地震以後呢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時間就發布了微博 要求震災呼籲外界捐款 結果呢幾天之內呢收到了幾萬數萬這個網友的回复 都是一青色的滾字就是罵聲一片 而且呢在頭一天呢只收到3萬多的捐款 第二天呢只收到14萬 幾天以來呢它也到了才頭幾天也就是40多萬的 所以呢這個募捐的情況非常的慘淡 我星期一的時候呢採訪紅十字會呢跟他們的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呢 也聊過只是他們對這個網友的罵聲一片也有所了解 對這個各種捐款的這個不盡人意的情況也表示很無奈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呢 中國紅十字會的他們底下有一個叫 社會監督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他呢這個新聞發言人星期二呢就說由於這個 中國紅十字會遭外界一片罵聲而且捐款的狀況呢非常的慘淡 所以呢促使他們內部呢形成一個共識要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 而且呢邀請這個社會的公眾和原來的一些批評人士參與 希望能夠呢把這調查結果呢向公眾公佈以此來挽回大家對紅十字會的這個細心 但是呢外界有分析說這個不一定這一個做法呢不一定能夠挽回大家對紅十字會的這個信心 但是呢如果他不再重新調查呢要恢復這個信心呢根本就無從談起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海燕在香港為我們所做的連線報導 觀眾朋友們可以登入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 關注更多海燕從香港發回來的最新消息 我們的網址是VOACHinese.com 繼續將焦點轉到美中關係 美國國務卿克里仍正在歐洲訪問 他在一場記者會上被問到美中關係的時候 描述了最近訪問中國和中國領導人見面的觀感 VOA位視記者張榮香現在就來到了美國的國務院 我們現在就立刻請榮香帶我們掌握最新的訊息 榮香你好 Doni你好 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呢他感覺到中國新的領導階層 正在思考如何發展新的美中關係模式 並且在不同的領域展示不同的中國 克里在北京訪問期間呢聽到了中國領導人討論到什麼是中國夢 而克里對美中關係的定義不是朋友不是盟友不是敵人 而是夥伴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看美國國務卿克里如何描述美中關係 美國與中國還沒有達到盟友的關係 但也絕對不是對手或者敵人 美中在許多方面是夥伴關係 而我們希望擴大合作的範圍 這是幾天前我訪問北京時向中方傳達的訊息 我相信中國新的領導階層有興趣扮演非常不同的角色 我們必須謹慎培養與中國等大國的關係 一方面尊重他們所面臨的挑戰 同時也努力達成最高標準的普世價值 例如人權等等 與其同時美國國務院的史學辦公室公佈了大約1200頁 從1977到1980年代卡特政府時期美中建交美台斷交的相關史料 這是美國國務院首次公佈相關的文件 他描述了美國如何在美蘇關係惡化 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南半島戰火重燃 以及鄧小平時期呢 美中如何走向關係正常化 以及後來美中如何在經貿文化以及科技的交流上取得了進展 冬寧 好的榮香我們知道談到這個美中關係 朝鮮問題是大家最近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 尤其是美國一直希望中國能夠更加發揮影響力 促使朝鮮半島的非核化 那麼請榮香為我們說明一下 美中兩國最近在這個議題上有哪些重要的磋商呢 榮香 美國郭欣克里呢不久前在東北亞訪問的時候 說過未來會有更多的外交磋商 一方面我們知道韓國總統朴錦慧 5月7號訪問華盛頓 他將在白宮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雙邊峰會 然後5月8號朴錦慧將對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這是高調告訴外界 美韓之間堅固的同盟關係 朝鮮不要輕舉妄動 另一方面美中呢也持續密集的磋商 美國國務院表示 武大偉也就是中國政府主管朝鮮事務的特別代表 在華盛頓和白宮國務院的官員進行的具有建設性的磋商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看國務院的代理副發言人文特雷怎麼說 中國外交部負責朝鮮事務的特別代表武大偉與美國官員就朝鮮問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討論 武大偉見了美國主管朝鮮政策的特別代表戴維斯 六方會談特使夏千福 負責朝鮮人權事務的特使羅伯特金 以及主管制裁政策的官員佛里德 星期二 武大偉和國務院次卿謝爾曼 代理亞太助卿尹汝尚 以及白宮國安會主管亞太事務的高級官員拉塞爾見面 這是美中就朝鮮問題密集對話的努力之一 希望平壤政府改變態度 邁向非核化遵守國際義務 與此同時 美國對朝鮮的糧食援助也引發了關切 那麼國務院表示 如果朝鮮採取舉動讓美國有信心 相信這樣的糧食援助會受惠於朝鮮人民 那麼美國會加以考慮 不過根據朝鮮最近的挑釁舉動 讓美國並不具備有這種信心 那最後兩條腿走路 除了在華盛頓 在北京 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博恩斯 已經抵達北京 繼續美中之間的密集的磋商 東林 好的 我們非常感謝VOA衛視記者 張榮香在美國國務院的連線報導 1865年4月14號 美國總統林肯在華盛頓的福特劇院遇刺 今天的一週歷史亮點時間 我們要帶您回顧 這個美國歷史上第一次 總統遇刺身亡的事件 並瞭解 林肯總統對於美國的深遠影響 請您持續鎖定 VOA衛視稍後的 美國萬花筒單元 好的 觀眾朋友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時時看還要帶您關注更多的 美國和國際新聞 新聞永遠滾動 美國之音中文網 歡迎回到VOA衛視 繼續是我們的時事看台 涉嫌製造波士頓連環爆炸案的兩名車臣族兄弟 曾經去過馬薩 大宗塞州劍橋市的一個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 這起爆炸案炸死了三人 炸傷170多人 據稱已經被警方擊斃的哥哥 在宗教問題上立場極端 指責其他的穆斯林違背伊斯蘭的信條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普瑞蘇蒂的采訪報導 這些照片令人震撼 在很多民眾拍攝的照片中 都能看到這兩名爆炸案嫌疑人 在其中一幅照片 你甚至能看到他們背的背包 警察相信背包裡藏著一枚高壓鍋炸彈 19歲的焦哈爾·薩納耶夫 頭戴白色棒球帽 他在與警察槍戰後 目前在波士頓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他被聯邦當局指控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果罪名成立 會被判處死刑 他的哥哥塔梅爾蘭頭戴黑色棒球帽 爆炸發生四天後被警方擊斃 塔梅爾蘭曾參加波士頓郊外劍橋 一個清真寺星期五的禱告會 偶爾也參加美日禱告 清真寺的官員說 塔梅爾蘭曾兩次找麻煩與阿虹爭吵 一次是在感恩節期間 另外一次是在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有一次阿虹在步道時 把馬丁路德基對人們的鼓舞 同先知穆罕默德相提並論 他似乎被這種比較冒犯了 他站起來表示對此反對 當時在場的其他穆斯林 對塔梅爾蘭大聲呵斥 並把他轟了出去 在YouTube視頻網站上 一個巨信屬於塔梅爾蘭的網頁上 有一些宣傳聖戰的視頻 這兩兄弟在來美國之前 都住在俄羅斯的達基斯坦共和國 他們的父母在那裡仍然有房子 美國官員說 塔梅爾蘭去年曾到過達基斯坦 達基斯坦有很多伊斯蘭好戰分子 他們想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 所以當地居民對於每天發生的暴力衝突 早習以為常 加利亞蘇萊曼南 是波士頓嫌犯父親的鄰居 這裡總是有爆炸聲 老是有罪犯 不過我只知道他們是好鄰居 別的就一無所知了 安沃是個穆斯林活動人士 他不希望在我們的節目中抛頭露面 他說他無法理解 為什麼這兩個兄弟 在波士頓舉行馬拉松比賽時放炸彈 而沒有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家鄉 制造爆炸事件 波士頓發生的爆炸案 無論是從伊斯蘭或激進的伊斯蘭 或蘇菲主義 甚至什葉派穆斯林來講 都沒有理由這樣做 簡直沒有理由 其他人說美國應該轉變策略 防止未來發生恐怖攻擊事件 瑞安莫尼是宣傳容忍挑戰激進 穆斯林的一個團體的成員 我們需要把重點放在意識形態上 而不是策略上 除非我們對意識形態本身開戰 當前全球範圍內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趨勢 將會繼續增加 美國官員尚未確定 薩納耶夫兄弟到底是單槍匹馬 還是從其他地方得到了支持和訓練 美國的槍支暴力案件不斷 加劇了全美國有關於 加強槍支管制法的辯論 不過也有一個相關的數字令人感到樂觀 加州一家創傷中心的醫生說 很多州的醫院接到了槍傷病人減少了 而且醫生們正在提高槍傷病人 和其他嚴重創傷病人的存活率 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愛玲 從南加州大學醫學中心 洛杉磯縣創傷中心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最大的創傷中心之一 一支由多學科醫生和護士組成的醫療隊伍 正在搶救一名身受多處刀傷的60歲男子 匹普泰爾文醫生是創傷科隨教隨道的外科醫生 他在給店鋪關門的時候遭到了搶劫 他們刺傷了他 他胸部中了六刀 腹部一刀 脖子上兩刀 當有人受到創傷 創傷科人員就動員起來 在接到通知後 我們中心的每個人都應該在五分鐘內進入急救室 就是說他們要比病人提前進入急救室 各司其職 德米特里斯醫生是創傷科主任 他說創傷中心採取這種有條不穩的治療方法 把病人的死亡率降低到2%以下 其他先進理念也提高了病人的存活率 其中把醫護人員到現場先穩定病人 改成抬起救跑 不要浪費任何寶貴的時間來穩定病人 要把他抬上救護車 毫不遲疑地立刻送到醫院創傷中心 特別是穿透性的創傷 因為如果你的胸部血管受傷 除了手術沒有其他的辦法來止血 這名被刺傷的老年病人就是一個例子 泰爾文醫生必須為他動手術 才能止住內出血 抬起救跑的理念也救了18歲的胡安 加里亞多一命 他被人從一輛路過的車裡開槍打傷 這名病人的心臟和肺部受到槍傷 如果是在20年前 他早就死了 下葬了 留下的只有每年的悼念會了 可是手術後 加里亞多兩個星期就回家了 我打算重新回到學校和去教堂 另外一個改革是 這家醫院有選擇性的 為腹部重傷的病人動手術 特別是主要器官受傷的病人 不動手術會減少手術後的併發症 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學到的經驗是 不再像以前那樣給傷員注射大量生理鹽水類的靜脈注射液 現在我們使用血製品 我們限制其他所有注射液 我們只給新鮮血液製品 效果明顯不同 類似的改革 把創傷中心病人的存活率提高了25% 那位被刺傷的老年病人 預計會完全康復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 繼續將焦點轉到亞洲 作為亞洲新興旅遊的熱點 緬甸正以來大批的外國遊客 他們渴望去參加 參觀已經封閉了幾十年的地方 然而旅遊業的增長和新工業的發展 是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 緬甸旅遊勝地 因來湖已經受損的生態系統 正繼續遭到破壞 來看美國之音記者史蒂夫森 從緬甸發回來的採訪報導 因來湖被視為緬甸的珍寶 在這個110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四周 千禧的候鳥珍稀的物種和一些緬甸部落 分享著這片天然美景 現在絡繹不絕的外國遊客 分治踏來 儘管這位一些人帶來很大的商機 但不少當地人認為他們也失去了很多 浮動的番茄園是這一地區主要的經濟作物 佔了當地農業的60% 農民密英塔拉說 他歡迎外國遊客 但不喜歡增加的交通流量 越來越多的遊艇帶來的持續波浪 正破壞著我種在水上的作物 更大的問題是 遊艇留下的柴油和農民已經使用的過量的農藥混合在一起 正威脅著飲用水源 金麥考說 他們一家和其他居住在湖心島上的人 現在必須從其他地方獲取清潔的水 那些有汽艇的人可以方便地去取飲用水 但有些只有滑獎船的村民就沒法去取水 他們喝了髒水之後就生病了 隨著缺乏管理的開發和其他商業活動繼續進行 當地的環保人士也擔心著一個更大的潛在的環境災難 來自煤礦的污染 而洪禪科是帕烏青年組織的一名環保人士 他指出13公里外一個露天煤礦的廢棄物 最後都進入了因來湖的水源提格伊特河 結果使情況變得更糟 大部分村民不論是洗浴飲食還是出行 都依賴提格伊特河 所以一旦河水被煤礦污染了就非常危險 就連因來湖本身都受到影響 由於旅遊和商業開發持續不減 因來湖這個緬甸第二道淡水湖和賴之生存的人 將眼睜睜地失去更多 接觸信息的脈動 感受時代的心跳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歡迎回到VOA衛視的直播現場 又到了深受大家喜愛的美國萬花筒單元 今天主持人張佩芝 除了為大家介紹最新的異文動態之外 在一週歷史亮點的時間裡 我們也要帶您回顧 美國總統林肯遇刺身亡這起重要的歷史事件 大家好歡迎您來到美國萬花筒節目 我是Peggy 張佩芝 美國著名電視節目 The Daily Show with John Stewart 喬恩斯圖爾特每日秀 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 在美國喜劇頻道播出 主持人以幽默的方式看每天 美國政壇和世界大事 在美國非常具有影響力 一般中國觀眾對這個節目可能相當陌生 不過在中國很多視頻網站 都可以看到這個節目的片段 最近節目主持人嘲諷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視頻 在新浪網站上獲得超過300萬人次的點擊率 引起很多西方媒體的注意 美國夜間脫口秀節目 喬恩斯圖爾特每日秀 The Daily Show with John Stewart 過去十多年來以幽默搞笑的言語 機智理性的手法嘲諷每日世界大事 雖然是喜劇節目 但是已經成為許多美國人 尤其是年輕人的重要新聞來源 包括現任總統奧巴馬 副總統拜登 前總統克林頓和卡特 甚至許多外國領袖都曾經 專門到節目現場接受專訪 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現在中國網友發現了這個節目 把主持人John Stewart 翻譯成《囧思圖》 甚至叫他《囧書》 最近有人把《囧思圖》4月2號嘲諷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的8分多鐘的視頻 翻譯後上傳到新浪 不到幾天就有超過3500萬人次的點擊率 更引起西方媒體注意的是 這個嘲諷金正恩的視頻 並沒有被中國審查機構屏蔽或刪除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 這可能反映了中國對朝鮮最近行為的不滿 這段視頻顯示 《囧思圖》開朝鮮新聞播報員的玩笑 關於媒體報導金正恩攻擊的目標之一 是德州首府奧斯丁 《囧思圖》搞笑說 是不是因為奧斯丁舉辦的南方電影音樂節 拒絕了金正恩主演的電影《陽光小正恩》 那你對著氣嗎? 那你對著氣嗎? 那好吧! 大部分的網友都對視頻表示讚賞 大部分的人都說笑死了 太喜歡了 美國人實在是太幽默了 看了三個小時的每日秀 心情好很多 《囧思圖》受到中國網友追捧的現象 甚至引起了每日秀的注意 《囧思圖》特別在4月10號的節目中 對他在中國網絡上受歡迎做出評論 還在官網上做了中文字幕 他開玩笑說 原來他在錯的國家主持節目 美國高爾夫球名人賽 US Masters 或翻譯成大師賽 最近在美國喬治亞州舉行 來自澳洲的選手亞當斯考特奪得冠軍 比賽期間 除了可以看到各個高爾夫球大師大顯身手之外 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國選手關天朗 他只有14歲 是有史以來年齡最小的參賽者 來自中國廣東的高爾夫球選手關天朗 是美國高爾夫球大師賽 有史以來年齡最小的參賽者 以及首位實現晉級的中國選手 關天朗在參賽期間 四天成績總共300幹 高出標準幹12幹 排名第58名 並獲得象征本屆賽是最佳業餘球員的銀杯獎 在大師賽期間 關天朗面對媒體 談到他的參賽感想 我每天早上到球場時感到非常興奮 很多大師都在這裡 我很期待這場比賽 關天朗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 和其他職業選手比賽會有壓力 但是他也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他希望好好享受這場比賽 打出好成績 關天朗還談到老虎伍茲對他的影響 我三四歲的時候看到他贏得大師賽 看他灰桿是一件讓人感到興奮的事情 我過去幾年和他一起比賽兩次 他給我很多建議 增加了我的信心 很棒 老虎伍茲在大師賽期間 也談到了他對關天朗的印象 我看到他12歲的時候打球 我們那時候知道他會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沒有想到他會在兩年內參加大師賽 贏得亞太業餘錦標賽相當不容易 而且他一路臨先 關天朗雖然只有14歲 但是他已經有豐富的參賽經驗 他於2011年中國高爾夫球 業餘公開賽中奪冠 進而在2012年於曼谷舉行的 亞太高爾夫業餘錦標賽中奪冠 美國高爾夫大師賽 The US Masters 是職業高爾夫球四大滿冠賽史之一 每年4月初在美國 和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國加高爾夫俱樂部舉行 好萊塢著名導演Quentin Tarantino的電影 《絕殺令 Django Unchained》 或者翻譯成《被解救的疆歌》 原本定於4月11日在中國首映 但是卻在最後一刻 因為所謂的技術原因被叫停引發熱議 不過媒體報導說 這部電影經過重新處理之後 有望重返中國影院 中國有關當局突然要求 影院停止放映昆丁塔倫蒂諾的電影 被解救的疆歌《Django Unchained》 讓許多影院的經營者和觀眾感到不解 很多觀眾說上映當天 影院已經開始播放電影 突然有人走進來叫停 請他們離開影院 上海華裔兄弟影院經理史先生表示 這部電影突然被下線的原因 他也不清楚 早上院線他發文臨時通告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是不能放映 所以我們也只是遵守就是院線的通知 所以姜哥的話我們就臨時取消了 所以排片的話全部改掉了 我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麼事情 這部電影故事背景 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前兩年 一名德意賞金獵人買了個名叫姜哥的黑奴 這個賞金獵人承諾黑奴 如果幫助他找到他要找的罪犯 就讓他得到自由 這個黑奴在得到自由之後 繼續和賞金獵人合作 到處尋找幾年前被雇主賣掉的妻子 和塔倫蒂諾其他電影一樣 電影充滿了暴力 但是這部電影原本被批准 在中國正式發行 讓許多人對電影的上映相當期待 我覺得姜哥在中國上映事件 很開心的事情 但早上刷微卜的時候 發現姜哥好像被零上映 還是被叫停了 覺得挺意外的 但是仔細想覺得 也有他的可能合理的地方 中國媒體揣測 電影被叫停 可能是因為電影部分裸戲沒有被處理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就像國外也有講到 比如說電影的分級制度 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還是要這一塊 有一些推進 然後比如說像這個 如果它涉及到 因為我們就只不知道 它涉及到什麼內容 那它是不是可以規定年齡 或者說什麼樣的人 可以去看這個 我們只搞一道切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說 預計這部電影 經過進一步刪減之後 有望在不久後 重返中國影院 1865年4月14號 美國總統林肯 在華盛頓的福特劇院遇刺 刺客是同情南方的 著名演員約翰·布斯 在今天的一週 歷史亮點時間 美國歷史學者龔小夏 要為我們介紹這個 美國第一次總統 遇次身亡的事件 另外 林肯學者 則要分析 林肯總統對美國的深遠影響 那座十九世紀風格的紅磚建築 就是非常著名的福特劇院 1865年4月14號晚間 一次歷史性的事件 就在這裡發生了 在那天之前 大概一個星期 南軍的主力 在李將軍率領之下 向北軍投降 持續了四年 非常艱苦 非常殘酷的南北戰爭 眼看就要結束了 這個時候 整個華盛頓的人們 都處在一種 比較輕鬆的心情中 特別是林肯總統 這個時刻來之不易 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呢 平時非常忙碌的總統決定 要到劇院裡 來看一個輕鬆的喜劇 林肯總統和他的妻子 一起到劇院來看戲 他們只帶了一個保鏢 在中場的時候 他的保鏢決定 就到外邊 去跟馬車夫喝酒去了 留在包廂裡的林肯總統 沒有護衛 這時候闖進來一個男子 拔起手槍 對著總統的後腦勺 就是一槍 人們趕緊 將受了重傷昏迷不醒的總統 抬到了旁邊的這個房子 在幾個小時之內 林肯總統就逝世 美國有四位總統被暗殺 林肯是第一位 總統被刺之後呢 這個劇場被關閉了一段時間 後來很多人前來平調參觀 這個劇場還曾經塌了一次 壓死了幾十個人 當時人民有個討論 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把它拆掉 因為總統被刺 是個令人非常不愉快的回憶 最後 美國人決定把它保存下來 現在我們看到的劇場 是幾年之前翻修過的 現在可以說是患然一新 但是老的房子還是被保存了下來 我身後這座房子 現在是華盛頓的一個中餐館 這個地方在華盛頓中國城的正中間 當初這個房子的主人叫馬力蘇瑞特 這座房子是個旅館式的公寓 兇手約翰布斯到華盛頓來的時候 就在這裡落腳 在這座房子裡 他們制定了一系列謀殺總統 副總統 格蘭特將軍以及當時的國務卿的整個計劃 而總統被他們謀殺了 國務卿也受了重傷 其他兩位卻是幸免 約翰布斯在刺殺林肯之後12天 被聯邦軍隊在弗吉尼亞一個農場找到 並且把他擊斃了 而後來參與謀殺的人也都被抓住 包括馬力蘇瑞特 經過審判之後 馬力蘇瑞特被判處了死刑 在華盛頓被吊死 她是聯邦政府有史以來 處死的第一位女犯人 很多人稱這裡是內戰時期的大衛營 因為林肯在這裡舉行了很多重要會議 而且這是林肯一家人的家 他們每年夏天從白宮搬到這裡來住 林肯總統任期當中 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他來這裡的第一個夏天 就開始起草費努宣言 住在這裡的時候 林肯和軍人有許多親身接觸 除了總統首位都是年輕的 信義北軍軍官之外 旁邊就是退伍軍人之家 有一兩百名退伍軍人住在裡面 林肯每天都要從這裡到白宮上班 有時候騎馬 有時候坐馬車 在上班途中 他遇見很多來自前線的商兵 此外 第一國家公墓也在路上 所以他也見過 為國捐區的年輕士兵 這些對他處理內戰問題 有很大的影響 除了軍人之外 在上班的途中 他經常看到 從外地逃到華盛頓來的黑奴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住在奴隸難民營裡 林肯會和他們交談 這肯定也影響了林肯 對奴隸制度的想法 有學者將這裡稱為 費奴宣言的搖籃 因為林肯在這裡得以安靜思考 我認為費奴宣言在今天 仍然具有意義 這不只是自由的里程碑 也代表我們美國人 必須實施審視我們的自由 這同時也提醒我們 費奴的工作還沒有完成 全球 全美國 甚至是華盛頓 還有許多人 過著被奴役的生活 林肯在這裡的時候 也花時間和小兒子泰迪共處 有一天 泰迪和戰爭部長斯坦頓家的孩子 一起鬥一隻孔雀丸 結果孔雀被卡在樹上 林肯總統竟 竟然和戰爭部長斯坦頓 一起爬到樹上去救孔雀 林肯很瘦長 我想像他爬到樹上去一定很滑稽 這個畫面也提醒我 林肯在這裡 除了處理嚴肅的議題之外 也有輕鬆的一刻 林肯總統來自伊利諾伊州 先任總統奧巴馬也是來自伊利諾伊州 那麼您是否知道伊利諾伊州 還有一位很知名的政治家 也曾經登上過美國的政治舞台呢 他叫做阿德來史蒂文森二世 記者岳城訪問了他在伊利諾伊的故居 還專訪了史蒂文森三世 聽到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趣味一事 阿德來史蒂文森二世的故居 坐落在風景秀麗的伊利諾斯州利伯提威爾鎮 史蒂文森二世曾經當選過伊利諾斯州州長 並兩次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他還在60年代被肯尼迪總統任命為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這座故居忠實地保留了 這位政治家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原貌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就是這張著名的生活雜誌封面的拍攝原地 這一期的雜誌是生活在1965年 史蒂文森州長去世時所發行的紀念特輯 我們看見照片上的史蒂文森先生 坐在圍欄上 而我們現在就站在這個圍欄的旁邊 我想講一個我最喜歡的 有關史蒂文森二世的故事 在他1952年一次總統競選活動中 人群中有一名女士對他大聲說 史蒂文森先生 每一名有頭腦的美國人都支持您 而他回答說 這非常好 但我需要的是大多數 史蒂文森的幽默談吐 吸引過很多名流來這裡與他見面 肯尼利總統羅斯福夫人 都曾經是這裡的座上課 現在 這座被他生前親切地稱為農場的住所 已經是美國國家級的歷史遺址了 2008年史蒂文森二世的兒子阿德萊史蒂文森三世 在這裡成立了非營利跨黨派的論壇組織 阿德萊史蒂文森民主中心 我們想打造那個會思考的大多數 以此來真正紀念阿德萊史蒂文森先生的精神遺產 阿德萊史蒂文森二世影響了上百萬人民的心 他給人以鼓舞 善於思考 講話充滿了智慧 他的國際視野不要說在當時 即使在現在都是少有的 這是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 當我們沒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住在這裡 這個房間是我父親的書房 他在這個書桌上寫了很多 對美國人民發表的演說 他走遍了全世界 但這裡是他的基地 他的家 這個書房就是他的辦公室 史蒂文森家族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可以追溯到林肯時代 我的外曾曾祖父在一定意義上說 開啟了林肯的政治生涯 他提議舉行林肯道格拉斯辯論 這是林肯登上了全國的政治舞台 林肯一直和我們家很有淵源 這個就是他的手的塑像 在人們的印象中 史蒂文森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演說家 談吐優雅 是一位知識型的候選人 很多民主黨的觀察家認為 是史蒂文森的總統競選 為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的政府 打下了基礎 阿德來史蒂文森三世 近期致力於加強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 他是中美恢復邦交之後 最早訪問中國的一批 美國政府代表團成員之一 如今在中國我看到了很多美國早期的工業化的影子 我其實早在1975年就訪問過中國 當時我是美國國會首批訪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 阿德來史蒂文森三世 還清楚地記得當時與鄧小平會面的情景 他在會談一開始說了很多讚揚尼克松的話 也許是因為尼克松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吧 等輪到我講話的時候 我因為不太欣賞尼克松 就說了一些比較坦率而直白的話 說來也巧 後來在1979年的時候 鄧小平訪美 我又在華盛頓陪他到林肯紀念堂獻花圈 他說話不多 我覺得那一次訪美讓他開了眼界 回國之後他開始執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在林肯的故鄉和中國之間奔走 阿德來史蒂文森三世 繼承了他父親注重合作的外交主張 對於保留史蒂文森故居的意義 阿德來史蒂文森三世是這樣看的 引用一句老話 丘吉爾和孔子都好像這麼說過 要向正確的朝前看 你就先要看一看後面 以史為進 著眼未來 阿德來史蒂文森三世 經常親自主持在他父親故居舉行的研討活動 為推動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交流發展 做著不懈的努力 這也許是他所能做到的 和對他父親最好的懷念吧 好 又到了和您說再見的時候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或希望和我們聯絡 請您到我的推特和臉書網站 我在兩個網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VOA 就是P-E-G-G-Y-V-O-A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見 拜拜 歡迎回到 VOA 衛視又到了我們的火牆內外單元 今天主持人江河要為我們介紹 中國年紀最小的政治受害者 張安妮的故事 為何學校不能接受你 因為你有個勇敢爹地 二十四年破海無停息 父親孟男女兒被刑拒 民間業餘藝術家西諾 根據知名歌手王傑的歌曲《安妮》 改編的近乎同名的歌曲《小安妮》 講述了最近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起 侵犯兒童受教育權益的惡性事件 2013年2月底 異議人士張琳的女兒 年僅10歲的張安妮放學之後 在安徽合肥遭到四名便衣國寶綁架 並被關押了一段時間 後來安妮和父親張琳被合肥的國寶遣送回原籍安徽蹦步 張安妮也被勒令轉回原籍蹦步上學 她目前已經失學幾十天了 張安妮的父親張琳是安徽蹦步知名的異議人士 她由於支持和參與八九民運被判刑兩年 後來流亡美國 1998年返回中國後 又被當局抓捕 勞教三年 迄今為止 張琳一共被當局構陷入獄四次 累計坐牢 十三年之久 張琳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 小安妮由於父親是異議人士 而成了中國最小的良心犯 她最大的心願是女兒不受她的株連 能夠重返校園 最近 中國幾十位律師和維權人士 陸續前往安徽合肥 為張安妮爭取教育權 從4月10日起 這些聲援人士在張安妮就讀的 合肥琥珀小學門口 發起了接力絕食行動 濟南律師劉衛國 率先在第一天進行絕食 維權人士辛巴赫李化平 參加了第二天的絕食 第三天絕食的是陝西維權人士 康素平 張安妮的爸爸 張琳的法律代理人天理 接過絕食接力的第四棒 4月10日晚上 北京的一些維權人士在教育部門前秉烛聲援 呼籲讓安妮上學 與此同時 這一事件在網上也得到網民的積極聲援 網民普遍對當局打壓異議人士 以及株連家屬 剥奪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權利 感到憤慨 安徽網民汪俊說 合肥琥珀學校的小安妮事件牽動全國 拋開其父親不言 無論怎樣 都不該以株連九族式的手段 來施加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身上 任何人的教育乃天賦之權利 中央領導人也屡屡發聲要建設法治國家 然而在包公的故土 現如今的幸福城市合肥 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四川律師廖瑞批評說 合肥有關方面因其父的政治理念 不讓十歲的張安妮上學的做法 與情與理與法都說不過去 是一種侵犯未成年人受教育權的違法犯罪行為 我記得當年關押我黨人士的監獄 都是允許孩子學習的 比如小蘿蔔頭 畫家吳文健則表示 我很少聊藝術 因為現實更藝術 二十多年來 我其實一直用審美的眼光看待中國社會 很感慨 很撕心裂肺 她還配了兩張相關的圖片 圖一是小蘿蔔頭巨照 圖二是合肥的小安妮在自己學校的圍欄外 小安妮眼巴巴的像校園裡張望的圖片 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知名軍人作家高玉堡的自傳題小說 《高玉堡》中的著名章節《我要讀書》 尽管高玉堡在這本書中有一些歪曲事實的寫法 例如對半夜基教中地主周八批的描寫 就完全是胡編亂造 但是她刻畫的渴望讀書的小玉堡形象 還是給廣大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小安妮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 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回去上學 最近網上盛傳著一封小安妮寫給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的一封信 希望彭麗媛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幫她重返學校讀書 雖然張安妮父女已證實這封信並不是他們寫的 但是安妮的父親張琳對美國之音表示 她倒是希望彭麗媛如有可能關注一下安妮上學的事情 張琳說 我聽說彭麗媛曾經到俄羅斯的孤兒院去看放那些孤兒 但是在她自己的祖國就在他們的身邊 我的孩子卻被從學校裡驅趕出來 還有網民把中外兩個同名安妮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較 有關說明文字是這樣的 安妮·弗蘭克德國猶太少女15歲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安妮親歷二戰的安妮日記成為了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 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 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 張安妮中國女孩10歲時因父親的原因而被有關部門從學校帶走不能上學 至今流落街頭 新浪微博達人天外天說天下貼出一張反映小安妮凝視校園時那種望眼欲穿的神態的照片 並且以一個問句作為題目 現實版《安妮日記》正在中國上演 雖然在眾多維權人士的幫助下 張林和女兒安妮今年3月不但在家鄉蹦步擺脫警察的丁梢 成功地與維權義工蘇昌蘭會面 而且於4月初重返合肥為爭取自身的權益進行合法抗爭 但是據合肥的一些目擊者說 4月16日上午幾百名便衣闖進張林婦女和聲援人士投訴的嘉春秋旅館 張林和張安妮再次被強行押送回老家蹦步 另有多名網友被帶走 其中一些人已經獲釋 律師劉曉元表示 這是繼中國茉莉花事件後最嚴重的侵犯人權事件 山東律師趙永林指出 為使小安妮重返校園網友們自發組織的維權行動 接觸於善良和公益 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 令我感到悲憤和不安的是合肥官方 小安妮的失學之痛 網友接力的絕食之苦 自豪沒有引起他們的愧疚 請願者被抓走 小安妮被強行送回了原籍 合肥官方表面上似乎又剩了 但在道義上卻輸得極慘 中共十八大以後最時髦的一個提法 就是要實現所謂的中國夢 這個目標非常宏大 因為這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然而對於小安妮這樣的孩子來說 她現在想要做的夢卻很簡單 那就是要享有上學讀書的權利 觀察人士指出 一方面當地教育部門和學校 在張安妮被綁架 以及不能入學的問題上 未能履行保護未成年人 及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義務 另一方面 當地國保為了維穩 把對異議人士的施壓範圍 擴大到孩子身上 如果有關當局仍然互惡不圈的話 那麼小安妮想做的中國夢 就只能是遙遙無期 喜和禮 喜和禮 想愛你從哪裏 喜和禮 到處臉是何禮 喜和禮 中國夢在哪裏 中國夢在哪裏 節目的最後我們帶您到澳大利亞去看看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 他們是如何以行動來抗議 煤炭出口 對大堡礁環境造成的污染 我是凡東寧 祝您晚安 也請您不要走開 繼續收看VOA衛視第二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再會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